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突然之间天旋地转 难道我真的是眩晕症吗 相信家里面有很多人 可能有亲戚朋友 是有眩晕症的现象 他跟你说 这个眩晕症不会好 三不五时就一直发作 但有些人头晕脑脏一段时间 好像再也没有发作过 到底头晕跟眩晕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万一真的有眩晕症的人 要如何去就医跟解决他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神经内科 廖敬伟医师 以及家医科曹玉庭医师 一起来聊聊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嗨 陈医师 嗨 陈医师 今天一开始就来爆料一下 家父就是我的父亲 其实长期有眩晕症的问题 那我就一直从小听他说 眩晕症不会好 然后我就很害怕遗传 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下 眩晕症会遗传吗 其实是少数 那我就放心了 对 非常少数 那今天这集我讲完话了 剩下的通通交给你们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 他蛮辛苦的 他只要生活当中有一些变化 他眩晕就会发作 然后有的时候他就不讲了 就是他不会一直抱怨 但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觉得他有心没力 你说你怎么了 他说我现在正在发作 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家庭 可能会有的状况 结果我们今天 这个VCR里面这位病友 他也分享了他发作的情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君白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当时晕眩发作的一些状况 某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就感觉突然觉得 家里的房间好像会摇晃 然后人就觉得很不稳 所以当时很紧张 马上躺下来 在五到十分钟之后 感觉好像比较稳定之后 再慢慢慢慢地起身 其实是不知道要看哪一科 但是因为我刚好要回去神经内科回诊 所以我就先到神经内科来看医生 那当时医生也给了抗晕眩的药 吃了以后其实效果没有很明显 那几天我就非常小心我的各种姿势和动作 所以我又改去耳鼻喉科看 耳鼻喉科的医生有帮我调整了一些用药 那也给我一些维他命B群 这次很快地就得到缓解 然后而且也没有再复发 这维他命B 它在治疗上面是主角还是配角 基本上算配角 但它有一定程度的辅助的效果 对 因为我很怕很多人就一眩晕说 那个影片说吃维他命B 然后就只吃B都不去看医生 这也很怪的 对 因为其实眩晕 或者是一般民众说头晕 我是昏昏的 这些病因都不一样 那我们还是要先确认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原因 然后在这当中 有一些可能是和神经比较相关的 也许在这种时候 一些维他命的部分就会有一点帮助 但是很少是主力 对 虽然我没有再发生了 但是那次的经验其实是蛮可怕的 所以我很想知道说 我平常日常生活 包括运动 饮食 或者生活上面 有什么需要我特别注意的 刚才虽然开场的时候 出卖我的父亲 但是其实他的眩晕是那种最典型 比较常见的那种良性的 好像你们叫什么耳食脱落症 就是良性的这种复发 会常常反复发作 但是其实眩晕不是只有一种 对不对 有非常非常多的症状或疾病 都会造成晕眩的这个可能 对 其实我们一般民众 或说病人 可能对这一类的状况 他的描述会不太一样 那一般民众最常用的就是说 例如头晕或是头昏 那晕眩晕 我们的病人有时候问说 到底是哪一种 对 那其实在医学上 我们确实有一个专有名词 它就叫做眩晕症 那这个呢 它的一个典型是 我们会看到外界的东西 在天旋地转 对 那这并不是最主要的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会先请 我们的病人确认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通常这个发作是在什么时候 例如说是不是跟你姿势的转变有关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一位 他就是有讲到 他在起身的时候 或是他在翻身的时候 特别容易诱发 是 那再来我们也会问第二个就是 这个发作通常是会持续多久 大概是几秒钟而已 还是可能到几分钟以上 甚至说是好几天 或是更久的 这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些区别 那第三个一样重要的问题就是 这个发作的频率有多高 例如说他是第一次发作 还是他常常在发作 那第四个我们也会问说 发作的时候有没有伴随其他的症状 例如说在你头很晕 或是说眩晕的时候 有没有伴随像耳鸣 或者是听力异常 或者是说有一些姿态不平衡 这些叫做伴随的症状 另外我们还会再问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病人的晕法是怎么样的晕 他是这个 小鹿乱撞的晕 看到洪医师小鹿乱撞的晕是不是 看到刘德华 对 所以我们会问说 这个病人他是走路好像轻飘飘 头重脚轻那种感觉 还是他真的看到外面的东西在转 或者是说他就是觉得走路不平衡 好像歪向一边 这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刚才这些厘清他头晕脑脏的这些问句 其实要判别哪些是比较严重 哪些是可以再等一等的 这个看门诊就可以的 对不对 那哪一些严重的头晕是你认为 立刻就要就医 可能背后有比较严重的疾病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会建议如果您是第一次的发作 第一次发作的话 都还是建议要先就医评估 因为有一些比较是我们说急症 像是小脑中风 脑干中风这一些 他可能就会有黄金时间 没有办法慢慢地等 那假设我们的病人是已经好几次反复发作 像刚刚黄医师的爸爸 他可能就是反复的 但也没有说好像真的有一些紧急的状况 像中风那一些出现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会建议病人观察 如果严重程度慢慢地上升 或者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频繁 那这一些都还是可以就医 再去做一些评估 看是哪一方面的原因 那刚才提到说 他背后的病因其实非常复杂 就让廖医师来把这个复杂的事情 变得简单一点 那我们就用这一个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们先从症状来做区分 那首先第一个可能的症状就是 头晕头昏不太舒服 那头重脚轻这一类的感觉 那它可能的原因其实非常多 有可能是感冒发烧 那睡眠不足 还有其他内科的问题 比如说是肝肾问题 或者血糖过高过低 血压过高过低 这一类都可能会造成这种 头昏昏沉沉不太舒服的症状 所以这个最常见 但是有的时候诊断起来也是最复杂的 那酒喝太多也是这种 酒喝太多 病酬那种 对 就是那种整个 但酒喝太多有的时候会转 对 有的时候会天选地转 有的时候不会 那当然它也是一个可能的 鉴别诊断之一 没有错 第一大类是没有天选地转 是头重脚轻的 对 没有错 那再来第二大类是晕厥 昏倒 快要昏倒的这种感觉 或者它真的昏倒了 那这种感受 病人通常会有 觉得冒冷汗 觉得冷 或者眼前发黑发白 也冒金星 然后就昏倒 或者快要昏倒 那这种情况 它是脑部的血流不足 所造成的结果 那可能是脑血管疾病 比如说 椎动脉 颈动脉的狭窄 那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的疾病 那比如说是心率不整 心肌梗塞 或者心肌梗的其他疾病 都是有可能的 那前一阵子 因为大规模施打疫苗 那有一些人打完之后就昏倒了 晕针 对 那个就是晕针 那晕针也是一个 因为自律神经突然间失衡 然后血压突然间下降 所造成的一个症状 对 好 那再来第三个 就是走路不太平衡 感觉好像走在吊桥上晃晃的 或者是好像有地震的感觉 那这个不平衡感也是一些病人过来求诊的主速 那它这个问题 它可能是因为小脑或者脑干这个负责平衡的器官出现异常 比如脑出血或者缺血性中风 脑瘤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那可以举个例子吗 就是哪一种病人会有这种像地震 像吊桥上下摇晃的这种感觉的疾病 那譬如说是小脑中风 小脑中风 就刚才曹医师说的 没错 急症 对 其实不平衡感算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 如果它来得很突然 那其实就要去急诊 所以走路它就会开始没有办法走得很稳 对 摇晃晃 像喝醉酒一样 或者像企鹅走路一样叫开开 OK 那有这样子的现象 如果又来的是突然第一次发生的话 那其实就应该要去急诊 懂 好 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影片所提到的眩晕 会天旋地准的那一种晕 那它主要有两个大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周边形眩晕 那也就是内耳平衡器官出现问题 那常见的原因有耳食脱落症 或者梅尼尔氏症 前庭神经炎这一类的 那第二大类是中枢型的眩晕 那一样可能是小脑或者脑干这个地方出问题 脑出血 脑中风 脑瘤这些的可能性 那还有一个是脑部的血液灌流不足 那也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眩晕 那就是说像椎动脉的血流异常 狭窄或者阻塞或者剥离 也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眩晕的症状 所以我想刚才讲的这一些这么多种不同的病因 那最后有大概分成你讲到的四种的症状 但是实际上一般的民众或许没有办法做自我的诊断 那刚才这个影片当中的这位受访者 他说朋友跟他说要看神经科或是耳鼻喉科 我看了你这个表 我就想说好难 这好像看哪一科都 这个内耳好像就只有在这个耳鼻喉科的部分 可能是他的专门 那其他的部分还有很多内分泌的疾病 心血管疾病 似乎也不是单一的医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吧 是 所以其实可以先看加一科 对 刚刚廖医师讲得很完整 那我们在加一科也常常会遇到有类似主宿 或是说类似症状的病人到我们的门诊来求诊 那像刚刚有提到 我们首先要先排除掉一些急诊 中风这一些的 那再来呢 刚刚的板子上也有显示 有一些其实是像血糖没有控制好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造成的 那其实我们常常就会提醒病人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来检查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慢性病没有控制好 我觉得还有一种是刚刚没有提到的 是那个心理的问题 是的 对不对 我们因为最近有COVID-19 然后有些人是染疫后 或者是打完疫苗后 你刚刚讲那是急性的晕针 那个我们儿科也很常见 然后就是徐徐学校打疫苗 然后就三个小女生通通晕 然后就通通送来急诊 三个都躺在床上 我说你们是 他说我那个座号29 30 31 我说哪有那么可能说三个人通通都发生什么休克的 会有感染的效应 对 第一个倒了 第二个就倒了 第三个也倒了 很害怕 很紧张 所以这个是刚才讲到那种 突然之间眼前一黑的 心脏突然打 这个因为很害怕 心跳突然 然后脑袋就缺血 那也有刚才提到心理的 就是那个孩子他就跟你说他头晕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很紧张很焦虑 家长每天都问他你哪里不舒服 他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 然后家长很担心他是疫苗 副作用很担心 他的染疫后的长新冠等等等等的 可是你检查什么都正常 然后他可以打电动 光是可以打电动这件事情 你刚才讲那些疾病 大概都很难打电动 对 所以他可以打电动 可是他只要 你再问他说那你还有晕吗 放下电动作有 那个大概就 选择性晕眩 我觉得我也没有说他说谎 因为他皱个眉头 而且他的确也因为这样很困扰 我觉得那是心理影响的 就是身心症 所以这很多太多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是单一个医生可以解决的 对 黄医师可能看比较多是小孩子 对 那像我们比较多看成人 大人的时候 当然老人家也是一个很常会有这些 头晕或者是晕眩 眩晕的一个族群 那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族群 就是一般我们的成年人 那我们确实也常看到 像刚刚讲这种心阴性的 其实身心是互相影响 也并不是说 这个我们的病人太过神经质 对 或者是说谎乱说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就真的有感受到这些不舒服 没有错 那像我们其中一种很典型的族群就是 他可能在这种很晕的情况下 会伴随一些其他的 像手麻 心悸 手抖 或是很紧张 好像喘不过气这一些 那严重一点可能就会 甚至可能会达到我们在精神科的诊断 像恐慌症这一类的 那也许轻微一点的 他还是有例如过度换气 症候群这一类的状况存在 所以当他发作的时候 其实是身体很多问题一起出现 那如果针对像这一类的病人 我们其实就鼓励 要多管齐下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第一个 可能你要找一找 它是什么原因在发作 有些人他是在紧张的时候 或是人很多的时候 他会有那种恐惧症 在搭公车很挤的时候 或者是有特别的工作压力的时候 我之前也有辨认是这样 他就是工作压力很大 当然也很有成就 但是发现 他常常就会有这种眩晕的发作 那后来就发现 他其实就是压力大加上眩眠不足 因为他暂时把工作停掉之后 然后调整作息睡得比较好 他这个眩晕症他就不要而遇了 对 所以确实有一部分的人 是这种我们说心音性的 但是其实身心他就是互相影响的 那就要从这一些来下手 来着手 我们把它限缩在我们今天这位主角 这个君白姐 他应该就是跟我父亲一样是这种 比较慢性的这种眩晕症 三不只会发作的原因 人家说这个 你们刚刚提到好像说耳食脱落 这是什么原因 那它真的不会好吗 内耳是我们的平衡器官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耳食 它就是一个碳粉盖的结晶 那它平常附着的那个位置 它会透过摆动的方式去告诉我们身体 你的位置跟你的角度的讯号 那耳食脱落症就是因为各种原因 可能是创伤或者老化 或者一些冲击 造成耳食掉下来了 那它掉下来会流到旁边的半规管 那半规管就是一样内耳的一个 负责动态的平衡的一个器官 那到了那个地方 它产生了一个异常的讯号 那进而呢 就会造成头晕和晕眩的现象发生 那你刚刚说它是个创伤是怎么样 有激烈的撞击吗 或者是什么样 它诱发的起始点一定是病人会有印象的吗 还是说其实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 这是学理上说创伤可能是一个原因 但其实我们遇过蛮多病人 你问他你之前有撞到头吗 有跌倒过吗 他们都说没有 对 那为什么发生一次之后 他就再也就是三不五十 只要累一点或是疲倦等等的因素 他就会再脱落 他这个耳食为什么那么不乖 为什么我们都就那么乖 这可能跟一部分退化有点关系 因为耳食脱落症它的耗发族群 其实随着年纪的上升而增加 是是是是 好 那一旦发生了这个 就像刚才这位病友他所分享 一定就是一段时间 三个小时之类的吗 还是说有些人可能时间会更久 耳食脱落症 其实它的症状都来得很短暂很突然 那通常是以几十秒到一两分钟以内 通常就会结束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晕晕的 那样的感觉而已 那真正的严重的天旋地转大眩晕 都会两分钟内通常就会结束 哦 所以他说有到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是 那个余症就是了 对 它可能就是后面留下来那些不舒服的感觉 有点像是我们可能坐余霄飞车 对 我们的这个平衡感被打乱了 那我们刚结束的时候可能会最不舒服 甚至有些人会因此而呕吐 恶心呕 但是随着时间可能几分钟过了之后 他也不会完全就恢复到很舒爽的状态 他还是会有一些身体那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但是通常就不再会像前面两分钟 是那种看到外面真的在天旋地转 是 我觉得网路上还有很多复位数什么的 对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听起来好玄 真的可以怎么样瞧瞧瞧就复位吗 耳食复位数其实我们要先去推论 去做一些诱发测试 以及问诊去得知这个病人耳食脱落 大概是掉到哪一个半轨管去 如果我们知道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依照他这个位置呢 去给予一个相应的耳食复位数 那做了 其实这个复位数的过程蛮不舒服的 因为他会先诱发这个症状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复位回去 对 那病人这个过程有的时候还会吐 至于病人是不是要在家里自己学这个动作 我觉得安全第一 因为过程不舒服 所以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可能会有跌倒或者掉下床 这种动作那就千万要小心 OK 对 给医生做应该还是比较安全 是 所以医生先示范了以后 发现某一个动作是可以让他复位 他以后自己在家发作的时候 他至少心里会觉得说 我好像可以用这个方式 让他快点恢复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好 所以廖医师最后给我们有 有眩晕的困扰的朋友们一些精神鼓励 就是其实在正常好的生活形态下面 还有医生的帮助下 其实你可以不用一直发作的 是 因为眩晕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但是这本身是有很多很多的疾病 是在在背后是可以被控制住的 所以有眩晕的病友们就不用担心 那可以请求医师的协助 那有的时候很多病人会表示 他好像看某一科的医师 但是调了很多药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 那其实可以考虑 不管是神经科或者嘉医科或耳鼻后科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少见的 或者其他的特别的治疗方式可以处理 像耳鼻后科还有一些比较侵入性的治疗 像是内耳注射或者一些手术的方式 是 所以其实有眩晕 即使慢性眩晕的病人 其实并不用绝望 我们还有很多武器可以用 哇 原来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做法 我们今天节目就只有半小时 讲不了全部了 希望大家在就业过程中不要灰心 然后保持健康的生活跟心情 或许可以让你的眩晕得到很长足的改善 我们今天谢谢两位医师 谢谢 谢谢 今天这个短短的30分钟的节目 没有办法把眩晕所有的病因 通通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请不要在发作的时候 自己跑去吃营养品 或者是听信一些偏方 而不去就医 也希望今天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大家能够更爱护自己的身体 毕竟我们身体是圣灵的店 有任何健康上的问题 都可以在艾佳佳好医生的脸书 专页向我们投稿询问 也欢迎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找到我们过往录制的精彩内容 大家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